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2月14日今天我们就祝大家新年进步 市场就开了出来是漂亮的 但是外围就开始有些反复了 或者今天晚一点点 part 2才讲一下这些即市的东西 现在就讲一下英智的东西 最近也看很多这些榴莲的预测 很多都是圆河东西 圆河东西就经常拿狗运说 狗运我也不知道狗运给你 看回他们的说法 其实都是说这二十年周期的 那如果你说二十年来说 就是有少少选择的 就是二十年前的港股 其实就刚刚是沙士过后 有疫情 接着就大升 如果会二十年再数 再数二十年 一九八三八四的时候 那时候市就刚刚订了低位 那接着就走上来 那你这么巧就 不止这个股市 榴市也有类似的现象 就是刚刚就一九 这个二千零三零四 就是沙士 沙士底 接着就 一九八三八四八四 又是一个底 就是那时候刚刚 中英谈判 接着大通胀潮搞定了 这些东西就埋了尾了 这些二十年周期 说真的如果再移动上去 其实又不是很准的 就是如果你移动上去 一九六四 一九八四 一八六四 再减二十 一九六四年的时候 就是恒指刚刚有纪录 也很难追溯股市如何 但是我们如果看回 那些舊一点的指数 那些远东经济平衡股价指数 其实看了一九六四 也不是一个很明显低位 事实上一九六七六八 才是低位 那楼市有类似的情况 都是一路 就是移动上去 一九六四年 我们也做到楼价指数出来 我以前做过出来 那就实际楼价 在六四到六八这几年 是跌过几年 所以其实再减二十 就不准的 那如果再移动上去 那如果再移动上去 就一九四几年 香港已经没有数据了 弹仗那时 连GDP那些都出不了 那这个二十年呢 其实就也都不是 是放诸四回街上的 就是如果你把它放在一些 美股的环境 美股其实如果看周期 又不是二十的 三十几年左右 那如果你四十年 是一个长期牛长期熊的 是一个比较长线一点的 一个低级的循环 但是都不是十分之准的 就是四十年都不是很准的时间 但是又不是二十 就是如果把它拆出来的 那个multiple 二十就不行的 那要是拆一个三十多年的周期出来 那如果美国楼价来说 就不够二十的 十八左右 十八九左右 差一点的 就是如果你是 就是够长时间 就是趁着趁着趁着 那所以就是 其实这个二十年 就是我看不到很多实证 根据实证上 就还没找出来 那第三版呢 我就把它强行做一个二十年的比较 你看到恒生指数 就是远的不要说了 就是太远的股市 或者大家不懂那些不说 就是说那些熟的那些 其实你看到就 有点类似的 就是你有两个顶 那两个顶就好像 九七和二千年的顶 这个其实对比就是 2018和2021那两个顶 就是你一夹就夹到了 那你夹了两个顶之后 你会发现的时候 其实在记录之前的高位 譬如说 94和2015那两个 已经是移动了 不太对 那最近其实应该预视 就有一个低位的 就是脚位 但是脚位都衰了 那你看到就是 如果你按这个这样的周期去测 可能就是 就是应该本来 现在是看得到 两万二三四 但是实际上都不是 都是对到一万四那边 那虽然最近 那些牌都是叫做 站稳一点 但是你看到整个周期已经坏了 那2003之后那个好日子 其实跟现在来说 就是两回事 就是基本面 或者整个制度 或者整个股市的结构都不同了 那所以我想这个20年的比较 即使很简单 就是最多元学家 喜欢讲的那些股市 就其实都说不通 那 另外一个八卦的东西就是那些 讲生肖 就是有人数十字生肖的表现 那我又将它 一九六几有多 它现在全都弄出来了 那你看到就是 六五 六四年开始有纪录 但是六四年又不足一年的 六四年是七月才开始有那个恒指纪录 那所以就六四年就用不了 那第一个生肖年用得到 就是六五到六六 就是六五的年头到六六的年头 那这个应该是马年来的 如果没搞错的话 那你看到我一直写出来 为什么我不画图呢 因为你画图很多时候你错了很多东西 就是如果画图给一个平均数 中间数 那那些高低你就看不到 究竟整个分布最好是哪 最差是哪 你就看不到 那现在整个表一眼睛下去 你就看到了 就是几十年 那恒生指数每年的表现 那我就懒得跟你 每年找回农迪初一出来 或者每年的立春出来 那我就只是拿了一月尾到一月尾 差不多了 我当你一个年度开始 立春 立春是实稳 2月4月5日 这两天而已 那这两天算 那其实差几天而已 不差很远 那整年的动力应该影响不太大 那你看到就 其实这么多个生少年都没有什么很既定的东西 那当然有些就倾向是跌的 譬如属马那些 马连那些 那就是望迈都是负数的 那譬如鸡连那些望迈都是正数的 那就是或者其他的那些就间不中升 那当然你的指数长线来说升 那当然升的年份比较多 如果你算平均算出来 那一定是长线来说 就是1964到2018 这几十年都是升的 那近几年才有一个跌市 那所以你拉不到这几年的平均 你拉之前那几十年 那你停拉出来上升的 升的只是多 那但是如果你说 论升跌的幅度 其实那个都没有什么准则的 说真的 譬如你看农年那样 有时候那些负13上一次 金融开小的时候 不是啊 是2018那次 1028那次 那你再去到 早年那时候 九十几个市局 就是其实 其实如果你这样 你想到 你浮得不厉害 弄得不厉害 一拉平均 其实意义不是很大 所以我就 就不认为这些 计算平均数有什么作用 那 都看不到什么规律 就不认为这些 网台节目 开始接受订购了 你除了可以亲身到上环D100 专门店之外 还可以去银行入数 又或者透过桂园机 过数都可以 还可以登入D100 网站D100.NET 订购 想即时过数 用转数快 就更加方便了 感激各位支持 有没有不明白 可以打给我们D100 网台专线 电话 22971825 22971825